HELLO 大家好 我是90後家嫂嘉嘉 這次來到中電廚房和大家加菜 今天要煮的火龍果腰果炒蝦仁 夏天很多水果都好當作 我們今天就選了一個又甜又多汁的火龍果入棧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來到這個火龍果腰果炒蝦仁 今天會用鴛鴛萬用鍋準備這道菜 蝦仁我已經用雞粉 生粉和紹興酒醃了10分鐘 一邊會炒蝦仁 另一邊會炒火龍果和腰果 先熱鍋 今天選了用火龍果入棧 又甜又多汁 而且還可以防便秘 腰果有健康脂肪酸和蛋白 今天選了用烤的腰果 因為烤的腰果比未烤的有更好的抗氧化作用 大家看到這個系列用了很多不同的水果入棧 其實靈感源自於中電APP的遊戲叫Eco Fund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下載中電APP來玩玩 爐子差不多了 準備兩邊都下油 一次過兩邊可以同步炒 首先先下蝦仁 一邊會炒蝦仁 另一邊會先下腰果 平日就這樣吃火龍果就吃得多 如果吃到厭的話就可以考慮一下 將它拿來煮菜 這個鍋平日我除了會用來分開炒一些東西之外 還可以一邊打火鍋一邊煎肉都可以 你看到蝦都差不多熟了 我們這一邊就可以下火龍果盛一盛 這樣我就會先將腰果和火龍果上一碟 然後再將蝦仁鋪上 很快這個火龍果腰果炒蝦仁就完成了 如果二人速食都不妨考慮一下 將水果入彈炒蝦仁給另一半吃 如果想用電煮出更好的菜式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走啦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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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